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杨勇心中 每一次出车 就是一次责任旅行 每一把闸都重若千军 走进明亮的司机室 熟悉的操作台 精巧的仪表盘 每一个指针 每一个刻度 早已深深刻进杨勇心里 对讲激励这个熟悉的声音 列车长陈小芳每一次听到都感到心里踏实 九点整 动2809次列车 稳稳起步 一路正点 到达三都县站 当好是9点59分 停站只有两分钟 杨勇有条不稳地完成了发车作业 准确地填下了本站出发时刻 10点01分 10点22分 动2809次列车 运行至熔江站进站前的越寨隧道 突然 杨勇发现线路异常 就在杠杠 突发溜滩的泥石流侵入线路 猝不及防 旅客的生命至上 危急时刻紧急制动 他果断地一把将制动手柄推到了底 动2809次 司机有吗 动2809次 司机有吗 撞上泥石流滩体脱轨的列车 在线路挡墙和轨道结构的综合防护下 穿过河水湍急的窄浩河大桥 停在了龙江站 车上151名旅客和工作人员全部幸免于难 杨勇同志不幸殉职 年仅46岁 在这场防洪攻坚站当中 杨勇没了 他能救了这么多人 但是为什么就救了他一个 只要一提到话的时候 我们拿手机一看到信息 关于谁打个东西都什么说 包括我们的眼里 我没有想到的是 我第一次见他 居然是看到他的遗照 我感谢他救了我 然后过到他出现前就一直感谢他 经全力救援抢修 六月五日清晨 随着一声嘹亮的汽笛 贵广县荣江站恢复运营 杨勇的遗体 被护送回家乡尊义 他再也听不到汽笛的鸣叫 听不到同事的呼喊 从现场搜集到杨勇的遗物 每一件都让人肃然起尽 他最后的笔迹 是职责的写照 他最后的声音 是生命的绝唱 1997年 从部队退伍来到铁路 杨勇从内燃机车司机 电力机车司机 指导司机 成长为一名动车组司机 走正步 打硬仗 好战士 走到哪里都有责任和担当 拧错停 不盲行 好司机 永远铭记着荣辱 就在一板扎 敬业爱达 忠于职守 好党员始终保持着 不变的政治本色 2019年 直乘动车组以来 杨勇驾驶过12种车型 安全直乘 900多趟 40万公里 每一次完美的操纵和对标 都轻情投入精忠尽责 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把杂 闪亮的党徽作诈 有着27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杨勇 从举起右拳的那一刻起 从来没有忘记入党时的蒸蒸誓言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 牺牲一切 牺牲一切 乃至生命 他的生命 为守护人民的生命而牺牲 他用生命推动的最后一把杂 燃烧了自己 照亮了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